美国议长裴洛西宣布8月1号将访问台湾 这会引起中美开战吗? 请看这集的裴洛西返台中美开战 美军的雷根套航母及美国现在的 全部三艘航空舰证实往台海 这位裴洛西返台作为保护作用 而此时中共在美国的三艘航母的航迹 经过中国的边境东海地区 宣布为实弹演习的区域 中美的对抗究竟如何? 裴洛西访台中美开战会会插村走火 走出什么的战火呢? 而且是否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提前武统台湾的前进而来呢? 原来美军早在裴洛西返台之前 已经有一座返台的赴台计划 就是5077赴台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强调万一在中共采用武力统治台湾的时候 美国会发动海空军支往台湾 而陆军部分由台湾部队负责 马祖东部既然发现了中国胡人机绕台飞行的航迹 这是否发生了什么挑衅台湾的事件呢? 为什么中共的胡人机挑在台湾的东影部分飞行呢? 这是不是为了刺探军行 还是为了挑衅台湾而来呢? 因为裴洛西发言在8月1号访问台湾 而这个时间点是在8月1号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渐进节 这完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能容忍的 现在中国解放军已经发言海峡两岸不存在中央中线 双方应该随时随作适应 这一位做中共会向台湾发声军事统武统台湾吗? 这个是中共发声的发言最强硬的对话 而本月28号就在东影发声了一宗 中共的胡人机顾名飞行器两度的烈度上空 这同样在东影发生的胡人机裂空事件 在年初曾经发生过一宗 也是从东影部分上空飞过 而且声音十分的强大震耳欲聋 台湾在东影部分部署了许多防空导弹 这是为了防止中共的对台犯禁 采用最近的入程攻击台湾 所以他们可以发动第一波的防空飞弹 美国的雷根号航母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国 和全世界的航母打击群 现在从新加坡已经慢慢持往台湾的路程 而且同时美国派驻的 雷利波两栖攻击舰上面在座20架的舰载机 就是S35的隐形垂直隐身战斗机 此言台湾部分协助美国雷根号航母 保护裴洛西访问台湾这次的任务 裴洛西这次访问台湾的地区 其实是一个暗地计划 其实是一个美国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底在空军海军以及陆军 到底是否能够随时的应接 随时的美国持沿台湾 万亿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刻的应战计划 和作战水平 中共派了两架飞机飞往台湾 其中包括了卡28反潜神鹰直升机 以及中共的运巴反潜机 这两架飞机飞往台湾的部分时 飞得十分的慢十分的低 离海平线差不多是100公尺 这两架飞机飞得超低 而且超慢 离台湾的海峡十分的近 距离台湾的河村差不多是50里 50里的作用就是一飞 就马上到了台湾的领空上面 这完全是中共的一个抗疫的动作 而且大陆现在已经研发的 最新型的运酒运输机 这是攻台的主要力气 听说这个运酒的运输机 意思可以运载差不多100名的转战部队 来到台湾上空 这可以发挥积极的对台湾的斩首行动的力气 而这架运酒的运输机 听说它的发动机部分 这个发动机是乌克兰帮它建造的 而且从这个运酒的运输机开始 中共可以利用它发展为全职的500空警 电针作战机或者其他的运输机 运游机 所以是一个攻台的主要力气 而且台湾的东沙岛部分 对台湾以及中共来讲 是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军事要在 所以如果中共要对台发生攻台武统计划 拿下东沙是一个第一任务 因为东沙是遏制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东海三个主要领海的中央门赛部分 而且对中共来讲 拿下了东沙这个岛屿 对中共武统台湾 简直可以说是如虎天意 势在必行的一个行动 而且中共已经秘密发展 已经实行了下水 神秘的039C型隐身的潜艇 这个潜艇可以运载差不多一百个人 不知不觉的来到台湾 而且持缘的这些特种部队来到台湾 进行斩首行动 这种不知不觉的潜艇 在对台的武统攻击台湾上 发生了重要的行困 斩首行动的重要力气 这个039C型隐身潜水艇 全长是五十公尺 再重量是三千吨左右 完全是逆中航行 这非常适用于台海斩首行动 让台湾海军以及美国海军 完全无法察觉 中共对台湾的斩首行动 中国现在在7月29号 30号以及31号 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进行区域的军事演习计划 这是冲作美国雷根航母 北上台湾海峡两岸的阻止 美国雷根航母 北上辞员台湾 以保护裴洛西 访问台湾的一个军事行动 而且中共也呛吓 中国的歼20、歼16以及歼16B 都同时会出来 以及半飞美国议员裴洛西 如果乘搭飞机访问台湾 而且美国也是趴出了RC-135 以及美国的V-2隐形轰炸机 来到了澳洲部分 听说这次来到澳洲部分的 隐形轰炸机总共来了四驾 美国的V-212C 是负责了增长中国的南沙部分的 岛屿的军事要塞 关于中共对东沙岛发生的侵占计划 美国就会动用V-2隐形轰炸机 轰炸中共的南海岛屿 这是一个军事平衡的行动 就是中共拿下台湾的东沙 美国就会轰炸中共的南沙岛屿 作为平和军事的一个重要行动 所以美国的众议员裴洛西 来到访问台湾在8月1号 而且是中国解放军8月1号的建军节 中共肯定不会拉下永远 永冷这口气 所以这肯定会发生一场激烈的中美开战 而且裴洛西这个人 曾经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 中国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在1991年的9月 跟作民主党的琼斯 和共和党的米勒 他们三个人到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馆 中共以为他们三个人只是访问拍拍照 忽然间默默的把那个声言 中共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布条拉了出来 而且在布条的上面写着 献给中国天安门事件 尼难的中国劣势 当下给中国的警察拿下了 当场中共的警察就把 美国的CNN的记者及裴洛斯 总共七个人当场的架开 所以中共这场战争会不会发生 完全是寄托在美国众议员裴洛斯的身上 这次返台的任务 所以这次8月1号 美国的众议员裴洛斯 究竟会不会访问台湾 会不会中美两国发声 插枪走我 完全寄托在裴洛斯众议员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静观其变 看看这场中美两国的政治与军事交锋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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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